再來這一點可以說是 果然啊 死的形象就應該是這樣子 傳說以前在打仗時 如果朝著敵方潑了有加金枝的水 敵方的傷口就會反復感染 無法痊癒 青枝 嗯? 金枝?什麼是金枝呢? 講簡單一點就是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我是寶金枝 最近又看到了一些關於便便的新聞 哇,那個便便的神奇功用 可以說是 你不敢相信 就好比太空站 那些太空人 竟然可以拿那個自己的便便 再把過濾成水拿來喝 Unbelievable 那看到這個新聞之後呢 完全就想到了 哎,乾脆不如我們再來拍一集 跟便便有關的一集吧 在科技藝人的未來啊 人類能夠喝的水呢 可能會越來越少 所以,思考之後的資源搶奪啊 可能就是以水為主要了 那也確實是如此啊 中國呢,在他們的邊境啊 還有跟很多鄰國那個交界地啊 或是那些鄰國水源在中國境內的源頭啊 他們就蓋了很多水庫 大大的影響到了周邊鄰國他們的水資源 可以說是中共啊 真正的在搶水了 好啦,既然水這麼重要 科學家的用處呢 就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了 科學家啊,將腦筋動到大便上 他們想說啊 哎,這個動物的大便啊 他們能夠作為一個 濾水器 來使用呢 那就有科學家啊 用動物的大便去把這個海水給淡 然後再進一步處理之後呢 變成人類能夠喝的水 那這個瘋狂的想像啊 竟然還真的成真了 很多東北大學啊 利用牛的便便啊 作為了濾水的絕佳武器 他們先對牛的便便啊 用高溫 將裡面的細菌給吃掉 接著放上類似碳粉的物質 然後呢 再將牛便便呢 加工成泡沫的狀態 再將這個泡沫呢 直接實際用於濾水的過程 結果發現濾出來的水純度 非常之高啊 而且呢 可能比在美國水龍頭流出來的飲用水 還要來的更加乾淨 你敢信 這真的是一項非常偉大的發明 雖然說啊 我可能還是不太敢喝 我相信應該也是很多人不敢喝 但是不要怕 反正政府只要好好給它處理處理 你打開水龍頭 你也不會知道那些水曾經流過大壁 不過正因為這群科學家的發現 讓我們的未來啊 可能會從爭奪水資源變成 爭奪牛便便 以來牛便便 如果真的可以過濾水的話呢 那麼這個牛大便呢 就顯得非常的有份量啦 你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 跟大便有關的嗎 其實 人類跟大便之間的故事啊 很比你想像的 還要更加的深遠 不如我們就先來講講這個咖啡吧 即便你沒喝過 但你應該也有聽過 全世界最貴的咖啡汁 竟然是 貓的大便 所提取烘焙出來的 那就是 香噴噴的 射香貓咖啡 這貓呢 來自於印尼 被稱為射香貓 原理啊 是這樣子的 射香貓會吃下咖啡樹當中 較為優質的咖啡果實 沒錯 他們就是這麼的挑 吃下去之後呢 經過消化系統的幫助啊 那咖啡豆就像 繞了一圈變成了 射香貓的便便 然後再被排出體外 BUT 人生就是這麼一個BUT 看來是沒什麼重點的變化 就在那咖啡豆 經過了射香貓的消化系統之後呢 產生了非常神奇的變化啊 咖啡豆的苦味 不見了 DISAPEAR 反而口感呢 更加的相存 因為胃裡面的消化系統 產生了激素 破壞了咖啡豆裡面的蛋白質 苦味呢 因此而降低了 只是經過了一隻貓的消化系統 這個原本不期限的咖啡豆 竟然變成了 如此吸引人的咖啡豆了 但我個人最好奇的是啊 根據資料顯示 射香貓咖啡的起源呢 是從印尼的殖民時代就開始了 所以 意思是 那個時候大家就已經有 咖啡的習慣囉 然後還會從貓的便便當中去尋找咖啡豆了 蛤 現在已經不是真實情風為和了 但如果是我 我真的不會從大便裡面 去尋找這些蛛絲馬精 聽起來很不可思對不對 人類竟然從這個貓的大便裡面弄咖啡 但卻有歧視 雖然射香貓咖啡 它有另一個別稱 叫做貓喜咖啡 聽到這麼難聽的名字 你還會想喝嗎 這邊再做一個悲慘的補充 因為射香貓咖啡啊 實在太過吸引人了 有很多人驅逐若霧 所以導致呢 這些射香貓啊 原本呢是在野外的 結果通通被抓起來了 應該說很多都被抓起來了 勸揚起來 然後強制他們每一天照三餐 加點心和宵夜 拼命的吃咖啡豆 他們基本上每一天就是咖啡豆 咖啡豆 然後還是咖啡豆 就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他的大便就是滿滿的咖啡豆 然後這些射香貓呢 為了還要讓人家觀賞 他們會被逼迫 在白天他們不喜歡的這個時候 應該說是他們在休息的時候呢 被迫強迫醒著 好讓人們去觀賞 這大大的破壞了他們的習性 嗨 又是一個人間悲劇 好 再來我們來講 神秘的石頭 龍咸香 上面有貓的大便 煮出來的昂貴咖啡 現在有鯨魚大便 被當作寶貝的龍咸香 要講龍咸香就得提到抹香精 啊 這我們之前講過了啦 不過呢 我相信一定有人忘了啦 那我們繼續講下去也不會有關係的啦 抹香精在海底蜜蜜的時候呢 他所吃下海洋生物的身體 可能會有一些堅硬的部分 那抹香精是無法消化的 這時候他的體內呢會分泌出一些特殊的蠟狀物 在包覆出這些無法被消化的硬物 嗯 硬物 哇 我突然有點敏感啦 好 因為我相信排出來的糞便 都會是液態而不會是固態的 有時候呢也就這樣子不小心就這樣排出來了 硬貨者呢就是這樣存在於他的體內 然後掛了之後呢 龍咸香就這樣飄了出來 飄到海上 被人類給撿到了 後來就變成了我們人類搶著當寶貝的龍咸香了 什麼 大家搶著要的安貴石頭龍咸香 竟然是消化不掉的硬物所合成的屎 YES 沒錯 就是這樣 不過呢 現在市面上許多人會將龍咸香 稱作為是一種香味 就不是指那個石頭 或者是那個屎的本身 其實追根究竟 龍咸香就是金魚的大臉 哈 曾經有攝影師想要近距離體驗一下 抹香精剛剛 新出爐熱騰騰的 新鮮便便的味道 結果就是 超級臭 哈哈哈哈 那個攝影師的身體呢 跟嘴巴都針到了抹香精的大便 哈哈哈哈 事實上呢 龍咸香剛剛金魚被排出來的時候呢 也是非常的臭的 但是在海底經過了各種變化之後呢 才會有的 獨特香氣 所以呢 這個攝影師直接跳過中間 淡化 特殊 淨化 處理的過程 然後直接去吃那個最原始 原始有味的大便 我真是佩服他 好了 那後來啊 當我看到有品牌的香水是主打龍咸香的時候呢 我都差點嚇死 因為呢 你不知道龍咸香跟別排出來的時候 那個恐怖味道到底多恐怖 啊 那也是好險啦 反正所有人都不知道 所以呢 才會有很多人去使用那個龍咸香 當作是他們身上的香味 不過 你別小看龍咸香 撿到一塊 包你家財萬貫 曾經有新聞報導 在泰國一名酒吧老闆在海邊撿到龍咸香 那初日估計這一塊被撿到的屎呢 價值 50萬美金 去吧 兄弟們 我把寶藏都丟到海灘去了 趕快去找那些香噴噴的屎吧 啊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現在先去海邊走一趟了 再來這一點呢 可以說是 果然啊 屎的形象就應該是這樣子 傳說以前在打仗時啊 如果朝著敵方潑了有加金汁的水 那敵方的傷口呢 就會反覆的感染 無法痊癒 青汁 嗯 青汁 什麼是青汁呢 講簡單一點 就是 十一二歲的 孩童 的 賽啦 所以 以前打仗 沒錯 就是這麼 不講理 不講我的 就是這麼沒水準 朝敵方 潑屎 我以為啊 那個 什麼什麼朝敵方潑屎啊 朝邊潑屎 是我們現在一種 講話很臭的一個 想像 或是講話很臭的一個別稱 結果沒有想到這句話呢 是真的 歷史事件 這個姿勢是來自於哪裡呢 是來自於 延期攻略裡面的一段劇情 但其實這並不是隨便想講的 故事後還真的有利用金汁作戰的記錄 這古代啊 金汁海液是加入過後的賽根尿 哦 那所以嚴格來說的話呢 就是 朝敵方潑金汁 就是朝敵方潑屎尿 救急混合的生化武器 這恐怖的玩意兒呢 可以說是古代的第一個出現的 細菌武器啦 要知道啊 以前是沒有抗生素的哦 你只要中了這玩意兒啊 你的傷口反覆的發炎 那就真的錯賽啦 那金汁裡呢 實在是有太多的細菌了 所以導致你根本沒有辦法 好好的給它康復起來 那這就是最早的細菌戰 這類型的攻擊方式啊 經常被用於守城 如果有對方想要衝上來 那直接給它一股 熱騰騰的金汁 啊 的確呢 在網上它過程中了 只要看到有滿滿熱騰騰的金汁 迎面而來 包準它 以後 再也不敢衝第一個了 寧願抗命而死 也不要衝第一 不過說真的 古時候要潑糞 結果呢 還要先給它煮過再潑 這真的是 諸葛亮的腦袋才想得出來 我以為潑個屎尿 就已經是非常過份了 竟然還給它煮費 我先給那個 每天都在煮大量飼料的 士兵 一個至高無上的建議 每天熬金汁 哇 那味道說多香就有多香 後來 在中藥的見解裡 將十一二歲的男童分便收集起來 並加上好的精髓 埋在弟弟 那二十年後呢 它就可以變成一種中藥 可以清熱的解毒 嗯 相信我 我絕對 我會喝的 無論它有療效有多好 就算它可以治療癌症 我也 幹我可能會考慮耶 接下來講的這個呢 也非常的經典 再次墨金哥的影片 有深度的讓大家開了眼界 人類對於大便的利用呢 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 古時候的人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奇心 嘗試著對許多動物的糞便 進行了研究 即便他們研究的方式呢 就是只要給它吃下去 但保持著自己 這些呢 一直都是我認為的好事情 謝謝你們 那回到這個主題上 你們知道嗎 古時候的人呢 竟然把 鱷魚的大便 或者是大象的大便 拿來 當作 避孕藥 嗎 太狂啦 為什麼大便會成為人類的避孕藥呢 沒有實際上 埃及人認為 鱷魚是一種最有神秘力量的動物 雖然它對於避孕一定很有效果 講到這裡呢 其實我也很疑惑 鱷魚很神秘 所以能避孕 這個邏輯 怎麼來的 我想不到 當時他們百分之百 不可能去分解鱷魚的便便 裡面有什麼其他元素吧 總之啊 埃及人的瘋狂邏輯啊 讓鱷魚的大便呢 成為了最早的避孕藥的素材之一 更狂的是啊 埃及人他們使用這個避孕藥的方式呢 就是把這個鱷魚的大便 加上一些混合物 弄成一團之後呢 再給它 塞住 塞下去這個 下水道 你當時出生的那個下水道 為什麼要這樣塞進去呢 但是埃及人認為呢 這樣子啊 可以把 男生的子子孫給殺掉 那些成千萬上億的 小熊兵 想要功成烈烈的時候呢 就被鱷魚的大便給通通殺光 呵呵呵 於是乎達成了避孕的效果 欸不是 我覺得如果要這樣子來想像的話 如果就是堵一個東西進去的話 那你堵一個 棉花應該也差不多吧 這個效果感覺可以差不多啊 為什麼一定要塞鱷魚的大便呢 還是大下大便 我在想那個死千女人 會不會有很多都是 沒歡迎就算了 結果很多都感染掛了 哎呀 天啊 而且為什麼是女生 要把鱷魚的便便給它塞下去 為什麼不是男生 只要把鱷魚大便給它吃掉呢 噢呦 死可了 這是埃及那個時候中男輕女 觀念的絕對是超級嚴重的 好的 好的再來最後一個 你應該更不敢相信了 在人類的腸道當中 是有著一兆計算的腸道細菌 那這些細菌有好有壞 要讓你的腸胃健康 重點就是要讓細菌們取得平衡 找到一個對的平衡點 身體腸胃就不容易出問題 但反之 如果你的腸胃裡 好的壞的細菌有一邊比較多 那就會造成不舒適 你也得試著讓腸胃的好壞菌重新平衡 那有研究發現 一種被稱之為 糞便移植的方式 可以改變腸道裡面的細菌生態 為什麼會有這種用大便救你生命的方式呢 原因是因為 一往針對那些壞菌 就是醫生開上生素給你 那康生素就像是無形的審判機器 只要你是細菌 通通氣死 無論好壞的 全都會被消滅 但你記得嗎 腸道裡的健康與否 存在於好壞菌是否平衡 雖然這個方式並不一定是對的 但如果將一個健康的大便 放到腸道有問題的病患體內 那麼 就有可能可以 讓患者他的腸道裡面的細菌 他們的生態 重新取得平衡 研究人員發現 透過移植的糞便 可以增加病患體內 他們的菌蟲的多樣性 讓整體的腸道 回到一個正常的循環 你別以為墨鏡哥在唬爛 我深度的調查了一下 真有不少案例 而且真的有蠻多正面的例子的 但是我真的 不要我吃下其他人的大便 來拯救自己的腸道 我真的是有點 你不如先幫我物理麻醉吧 把我物理麻醉之後 其他都不要告訴我 這樣我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當我清醒過來 我得跟那個用大便救我的人說 謝謝你的大便讓我活下來 這種話我真的是說不出口 好的 沖著我們今天的大便 這麼有深度 今天這部影片值得一萬個讚 訂閱摸介貓頻道 隨便 來吧 加入會員是一定要的 加入幹嘛不知道啦 那我們這邊再見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i need you know